你不要逼我 我已经在这儿了 你不知道我喜欢纯的吗 这个借货便宜你们两个了 走吧 女人 我不干净了 我不干净 大夫 老婆 你也去上班 我下了班再来接你 我愿意去送外卖 对了 老婆 今天是我们三周年的纪念日 我预订了蛋糕 早点回家 都听你的 去吧 方小龙 我已经结婚了 你要是再骚扰我 我再报警 你觉得 叫人对我有用吗 你到底想 今天想找你的人不是我 是我一个客户相中 要请你 吃吃饭聊聊天 事后 给你一千万 我不去 你不去 那我就很难保证 你丈夫能活过今天啊 你们别伤害他 他都是个普通人 我 你知道的 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他死 好 你妈别弄了 我跟你们做 看人 弄死他那个废物老公 哎 你好 哦 您放心 确定不会吃到的 马上送过去 好大的阵子 对 你给我开跑 开跑 这他们还是人吗 老大 这 我们还追吗 老大 这个火箭弹 好像还没爆炸 不好 快跑 先生 塞里斯私人区域 请止步 我是过来送外卖的 您是 前排先生 啊 陈先生 里边请 族人已经在里边 顾呼您多时了 啊 怎么 不认得我了 是你 你今晚 说 你妹妹在哪 我妹妹已经被你害得失业了 不要再逼我 说 你妹妹在哪 求求你了 放过我们吧 好 可以放过 既然你这么提取你妹妹 那就由你来代替她好不好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我说过 我想得到的总是过手 不过你 还有你妹妹 你不要逼我了 好 我可以不逼你 我给你两条箱子 一 告诉我你妹妹在哪 二 用你来替陪你妹妹 我已经嫁人了 你不是说你喜欢魏硕 可得上去吗 什么 你嫁人了 你嫁给谁了 他可是个普通人 他不知道是他的事情 你不要伤害他 我操了 你嫁人了 你不知道我喜欢纯的吗 你敢为个老子 他妈个贱人 我不要的东西 别人也没想得到 我进来 这个贱货 便宜你们两个人 把他给我带到地方 咱们好好的我享受一下 谢谢杨先生 快快快 放开我 走吧 你让人 放开 放开我 这面北梁王岐 乃是百万大雪龙骑军魂所在 王岐所指之处 便是龙骑剑锋所向 我们在您的带领下 征战天下实在 未尝快 北梁王岐 请你大人 好久不见 朱雪 你点着万百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才想出了下策 清帝大人 五年前 您医术通玄武功盖世 重登地位之后 突然隐退 不知所踪 五年 我们整整找了您五年 终于找到了您的行踪 清帝大人 还请您重山 重掌王岐 重掌大雪龙骑 请清帝大人 归位 重掌北梁王岐 君临天下 致清帝大人 归位 致清帝大人 归位 五年前 我找到了和我 共度一生的女人 我就将这面骑 封印在这里 现在 我过上了 普通人的生活 这面王岐 就让她封印在这儿 可是清帝大人 主缺 我现在不是什么清帝大人 也不是北梁王 我现在身份 是叶清王的丈夫 清帝大人 喂 这里是读查局 请问你是叶清王的丈夫 惩罚吗 哦 是我 求求你们 不要告诉我老公 他会放掉的 玩 陈先生 请你尽快来一趟 正南南烂尾楼 你气得的情绪 现在不太稳定 好 我知道了 清帝大人 先生 你不能进 里面发生了按键 我们正在处理 是刚刚报警的那个家属 你让我进去 那也不行 让他进来吧 玩 玩 不要看我 你不要看我 我 先生 您妻子受到打击太大 还是让我们的心理医生 来受到吧 别怕啊 老公来了 没事了 放了我 没事了 我不干净了 我不干净了 别怕 哈哈 别怕我 马儿 说我 别过来 别怕了 别过来 别过来 说了 马儿是我 说了 说了 是成台 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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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訴我 他們對你做了什麼 你答應我 你不要再去找他們 也不要想著付出 那個人 我們惹不起的 你放心 他們對你做的 我是能勤奮 放回他放回來 老公 求求你 不要去找他們 我們都不過他們的 我不想你再受到傷害 好不好 老二 相信我 好 老公 我想吃小蛋糕了 你去給我買好嗎 好 等會兒就回來 不好了有人跳樓嗎 不好了有人跳樓嗎 啊 啊 謝謝 去年 有個病人從五樓跳下來的 人家當場就沒了 更何況 這女孩從十樓跳下來的 哎呀太慘了 就是 太可惜了 不是 心裡 不是 不是 老公 對 對不起 我 我家被殘做你的老公 啊 啊 啊 玩兒 我知道你愛喝這個 都給你買來了 喝完了 我再去買 啊 喂 主上 您起色的時間有消息了 我知道了 玩兒 你放心 我不會讓你死的不明不白 欺負過你的人 我一個都不會放過 陳先生 恭候多時了 開始吧 今天是我們三周年的紀念日 我預訂了蛋糕 早點回家 老公 我不趕緊了 老公 對 對不起 我 我下輩子還做你的老婆 賊老天 你竟然逼我出事 那就轟轟烈烈的搭上一場 說吧 說吧 都查到什麼 欺品主上 我們查到葉青碗小姐 是在她自己的公司被人帶走 我們的人已經去調監控錄像了 那我親自娶她 是她 是我們葉青碗的老公 哎 還真是她 她也是個可憐人的 我聽說她老婆葉青碗被玷污不說 還想快跳樓自殺了呀 她咋來咱們公司了 那 真不知道啊 你好陳先生 有什麼可以幫到您的嗎 我老婆出事 那天 我要你們公司所有的清空 實在不好意思啊陳先生 當天我們的線路維護 所有記錄都被清除了 清空了 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嗎 是真的沒有了先生 好 那把你們公司硬盤拿出來 我自己去回覆 不好意思啊先生 這個硬盤 涉及到我們公司的商業機密 不能給你 算了 讓你們公司老闆滾出來 我親自額得了 趙總 哎 小子 你找我啊 你就是折押公司老闆 沒錯 誰給你打擋 讓你隱瞞生效 哎 我勸你一句話 這個案子 別再糾纏著不放了 再說了 你老婆死了那不是一件好事嗎 我可是給了你兩百萬 能找多少個漂亮妹妹 還不爽嗎 我告訴你 不要試圖惹一個你捨不起的人 你裝什麼呢 你這種人我見多了 今天你來這不就是想多要點賠償 我告訴你 什麼都沒有 就你老婆那種貨色 她就值那個價 一分錢我都不給 就死 你你你你她們敢打我你 打你 像你這種處理 我殺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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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幹什麼呀 給我帶了他 小子 不想編成這五毛的話 就馬上給我跪下來求饒 這件事情和你沒有關係 趕緊 拿人錢財 寄人休哉 我要是跑的話 以後還怎麼混呢 啊 有補給你 那我就成全你 啊 啊 啊 你別過來啊 我所有殺害我妻子的人 我懲罰 必然都付出代價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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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我 我都說 是豐盛地下王 鄭光祖 是他派人刪除了監工路下 拿走了書記一番 這 這都是他看的 跟我 跟我沒關係啊大哥 鄭光祖 對對 救了 願要怎麼這樣做 大哥 你去去去去找他 你別找我 鄭光祖 那可奉承登之無愧的王者啊 他手裡可有上千條人命啊 找他去算賬 這不是賢明祥嗎 可不是嗎這 老爹 老爹 爹 趙凱哥那個廢物快叫起來 那個貝倫的女人的老公正叫嚇著找你 嗯 這是一隻蟲蟻罷了 嫌不起這麼瘋啊 大哥 今天可不單單是我鄭家年會 那些大人物也都會到場 他要是敢來鬧事 那就讓他死無葬身之地 沒錯 他区区一條蟲蟻 今天那個日子 就算是封城所有世家到此 也並非我們鄭家的罪手 走吧 進去吧 嗯 摆得不錯 很好 你就是鄭光祖啊 嗯 找死 是你 你就是老婆跳樓了的可憐男人 你錯了 你不認識 你要是認識我 你早就不行 大膽 這麼跟我爹說話 你們先退下吧 爹 我跟他聊聊 我看得出來你是個人物 或許還有著不俗的身份 否則你也不可能悄無聲息地潜入我鄭家年會 還打傷了我族內那麼多的高手 至於我的身份嗎 你可能不了解 哈哈哈哈 年輕人 你眼見 你眼見 畢竟有限 不明白這個世界真正的運行規則 不知道這個世界真正的掌权 少廢話 把落相交叉 或者為我死去的王妻付出代價 你知不知道像你這樣的無知莽夫 老夫一年就做掉多少個 老頭兒 我看你是老糊塗了 熟強熟弱你到現在看不清楚 我承認你是有些手段 但是這麼近的距離 嘴巴爆頭 和你死 還是不死 疼 那你試試 嗯 死到臨頭了很嘴硬 你在找這個嗎 你是什麼時候做的 還有十秒 爹 爹 你沒事吧 小的 老夫看走了眼 我主宰封城這麼多年 還是第一次見到 你這麼出色的年輕人 要是放在平時 估計 你或許會真的把我們鄭家踩在腳下 但是 你很不走運 今天 是我們鄭家的年會 我們鄭家的背後靠山 是海外第一勢力 鴻門 鴻門的四大天王 八大金剛 近日 進階集結於此 你縱是衝天之能 今日也註定 我死在這裡 時間到了 我給過你機會 你自己有真心 不吃死活 哼 四大天王何在 我能再死 小子 鴻門四大天王 個個都是宗師級別的高手 一人可推一成 現在跪下來道歉還不晚 原來是大宗師啊 我還不放 狂啊 今日別讓你領教一番 我為宗師之為 少廢 一起上吧 好 給我一起上 今日為我亡親 而等必拜 這難道就是宗師的氣息 好恐怖的威士 他竟然用一隻手擋住了四大天王 他還是人嗎 主委兄弟 不簡單 不要手下留情 以後期間出殺死了 怎麼會這樣啊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四大天王連 全敗 這可是四大天王啊 就算是一隻軍隊打在前面 也會被捏成灰燼 他居然贏了 現在你們可說了嗎 沒想到啊 你的功力竟然達到了 傳說中的宗師之上 我說過了 我的實力 你們沒法揣測 笑話 縱使你打敗了我四大天王 又能如何 此刻 你必然消耗巨大內盡空虛 你又怎能擋得住我八大金剛 爸 你還請來了八大金剛 主委 減身吧 沒想到鴻門已經墮落至此 成了一個賣雜魚的組織 數字猖狂 真以為會點三角毛功夫 就能為所欲為了嗎 鴻門 豈容你羞辱 怎麼 我說錯了 你們不便是非 反而成了給人賣命的狗 難道不是嗎 愚蠢 多少年了 還沒有人敢挑釁我鴻門威嚴 看來 今日時候 鴻門沒有必要存在下 放肆 小子 別以為擊敗我們四位兄弟 就能猖狂 他們不過是一時大意 被你偷襲得手罢了 我等八大金剛再死 對 我會讓你有一絲機會 堂堂鴻門百年傳承 難道你們只會一朵七少 哈哈哈哈哈哈 我便一朵七少 你又能如何 哈哈哈哈 年輕人 我剛才跟你說 這個師弟運行的規則是權勢 縱然你是親重其才 在絕對的權勢面前 你也只配 歪著 好啊 既然你說權勢 那今天 我就讓你看看什麼是權勢 起來 啊 這 黑金龍蚊 這 這是 背靈王旗啊 此去全台招救部 驚奇十萬 掌嚴羅 將來 那 那 那是 北梁柱 萬古庫 他們這是 要屠城啊 北梁的大雪龍祭 十萬精銳 這這怎麼可能啊 北梁柱柱 白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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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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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雪龍忻 我們不打 我們都講 我們不打 我們都講 起了 我不要死了 各位大人 我絕不敢與你們為敵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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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别走啊 郑光祖 现在你可敢与我一战 真是没想到啊 你会是北梁军的狗层 是我在了 那说吧 你的幕后主是谁 露巷子 才才的你这种猛人的手里 我认了 我郑光祖行走江湖 一字当先 我答应了别人 不透露半截秘密 我是绝对不会说的 好啊 我杀了你 你也不说了 来啊 我等着 那以你儿子为代价 你也不说了 爸 舅舅我啊 我不想死 祸不及家人 这是江湖规矩 大哥 儿子 大哥 你 你跟一个失去家人 别人替家人 你这仙女儿子 死得不够快吗 你 你一报自报 你老婆 他不是我郑家杀的 那说吧 是谁害死我老婆 儿子 你个臭伤 你不得好死 你老婆 我可被别人揍他 好的儿子们 郑王子 我承认 你是块硬骨 但我今天 就要拆了你这全身的硬骨头 当然 把郑家老乡 全带过来 你老婆的死 跟我的家人无关呀 你抓他们干什么呀 那我老婆 她又犯了什么错 别装了 我们早就查出来了 你们郑家哪一个人不是罪行累累 死得不远 这是我们查出来的资料 分开吧 我错了 我错了 我说 我把我知道的头告诉你 求求你 放了我的家人吧 你在我面前 没资格到面前 是郑家的方向龙的带走了你的妻子 是郑家的方向龙的带走了你的妻子 事后她给了我十个例 让我擦屁股 好的 监顾资料 就在我家的保险柜里 我就派人去决 我把我知道的真的都告诉你了 其他的我真的都不知道了 求求你忘了我的家人们吧 好 他们可以走 你留下 我可是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呀 手下留情啊 在江湖混了这么多年 你懂规矩的 阁下请留步 人走前 能不能请教阁下的尊姓探明呢 我姓陈 至于名字 你没资格知道 他很乖呀 我郑光族 这辈子 死而无憾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今天想找一个人 不是我 是我一个客户相助了你 要请你 吃吃饭 聊聊天 事后 跟你千万 我不去 你不去 那我就很难保证 你丈夫能活过今天啊 放下了 我定让你随时万段 放下了 我定让你随时万段 我定让你随时万段 住上 有客人求见 谁啊 方家管事 方前司 方家 来得正好 让他进来 是 让他们进来 陈先生 好久不见呢 你有资格和我握手吗 陈先生你好了不得呀 这就不发 谁让你坐下的 我们家主上没发华 谁都不是坐下的 陈先生有胆识啊 不过我要提醒你 方家可不是你能撼动的 小心别 玩火自焚 葬送了自己啊 废话少说 方家派你这条狗来 想说什么 陈先生 我是来提醒你 你妻子的事情 可不像表面那么简单 其中牵扯的 并非你能够深究的 我劝你还是就此作罢吧 一个亿 不是个小数目了 相信能够弥补陈先生的 丧妻之痛 另外方家还可以承诺 在封城境内 让你随意挑选五位美女 无论对方长相如何 什么背景 方家都有能力将她 调教成奴隶 供陈先生玩弄 怎么样 这样的条件 想必十分有诚意 是 方家让你来 就是为了说这些屁股 在封城比你老婆 更美更高贵的女人 有的是 只要你选中了 都是你的 再加上这一个亿 陈先生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女人 钱 你觉着我缺吗 好啊 价码可以弹的吧 一亿五千万 两亿如何 说出来方家都能满足 那就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什么 我 花旗的紫金花卡 高通的 至尊黑卡 九龙的帝王套卡 你究竟是什么人 滚吧 告诉方家 这方家 帝王 好 我会让你知道 你方家的下场 走 慢着 我说用滚的 去查一下方小龙的下落 我要让他感受一下什么叫地狱 是 方家老爷子明日八十大寿 他们在松鹤局设宴 明日灯门 请方家赴死 祝我赵金 龙龙东海 照比南山 好好好 感谢诸位 百忙之中 来参加我老头子这个寿宴 各位 今日 是我方家双喜临门的大日子 哦 包少 你就别卖关子了 究竟是何喜事啊 我邦家 已与杨帆集团达成合作 奖户 千亿订单 杨帆集团 那可是我龙国的商业神话 传说中的财富之神啊 方家与杨帆集团 强强联手 整个封城将再无敌手啊 哎 你这就是小区了杨帆集团 手握千亿订单 方家 毕将登顶将 成为名震 全国的顶级豪门啊 这都是小龙的功劳 方少年轻有为 家已时日 必将带领方家 登顶全国之丁 能参加方家之宴 实在是我们的荣幸啊 哪里哪里 都是爷爷 至家有方 我方家才会日益壮大 和杨帆集团合作 成为封城的代言人啊 哈哈哈哈 及时已到 开宴吧 慢着 究竟是谁如此大胆 敢被方老爷子的树苑上 穿一身丧福而来 难道无法掉脑来吗 无论他的身份如何 今日 他彼此无疑 再下去 撤送各礼 祝方老爷子全家 死绝 小子 你就是陈帆吧 你还真敢来找死啊 敢在封城这么看我 你找死 爷爷 来的那是客 陈先生竟然来贺寿 我们方家 也应一礼相待 是 目睹吧 好 既然有坐 那我那儿 陈帆 你别给脸 不要脸 既然陈先生开口 那就请吧 什么 老爷子这是做什么 既然对这个闹事狂蠢 如此客气 莫非 他的身份 连老爷子 也有所忌惮 整个封城 谁有这样的能量 不知陈先生 带了什么贺脸 陈帆 这是我方家的地盘 就算你有通天的本领 也难逃一死 你方家的地盘 我说 这里是我妻子的灵堂 小子 你若再敢口出狂言 我让你在封城 再无立足之地 够了 少老 这里没你说话的笨 是 爷爷 陈先生 今日是老朽的寿院 你二话不说 前来闹事 我方家 是忍了再忍 自认为 是一礼相干 你去 再三闹事 得寸进尺 再不说出 今日来意 我只好 请你出去了 今日 是我妻子清婉的同期 我要你们在场的所有人 给我妻子 跪地掺慌 以告慰她 在天之里 陈帆 我方家 在封城傲视群雄 怎么会跪一个死掉的贱女人 你呀 别跟我吃心梦想了 还要你方家之孙方小 他也要跪地掺 否则 我让你们方家 集权住您 陈先生 看样子我们之间 是无谈判的可能了 我本来和你们方家 就没有谈判的可能 好好好 既然陈先生 送如此大礼 那我方家 自当好好表概 四大战神何在 战神 区区四个战神 就想当努力 可笑 不知 你可知道 这四位可是镇守四境的四大战神 北京红天王 他竟然也来了 半年前 可是一人一剑 除了整个龙美尔的北非军团呢 那位是镇南王 徐虎城 坑杀三十万降将的人童 还有宗海敖龙王 传说他能一刀破剑 硬害了整个航母战斗群 最恐怖的是西元南王 那可是同一西北的恐怖存在呀 当年 整个三秦大帝 都被他打得千疮百孔 陈凡 你现在知道 你所面对的人 是什么样的存在 陈先生 我知道你实力非凡 就连鸿门十位忠师 都敬拜于你 为了你 我方家倾尽 办出家财 今日 定要将你上宋当场 你们方家 还真是愿意下血了 陈先生 能让我方家 动辞真格 被四大战王联手讨伐 你是万分荣幸 好好享受吧 见明清云 国主遇刺 不产无名 报上姓名 默默唧唧的 跪下 让人 杀了他 杀了他 这 这 怎么可能 这杆棋 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这杆棋当然是 我说 你可知此机 乃北梁军企 为龙国第五位 也是最强大的那位 无双战神所有 而他 五年前战死的时候 你狗爸还只是一个 上小学的小屁孩吧 老实交代 这面棋 是从哪儿偷来的 陈寒呀 陈寒 我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 原来也是个精明狗盗之辈 你能扛着这炮弹 也是靠着战神的大旗吧 各位战神大人 依我看 他手上这无双战旗 定是从无双战神的坟墓里 勾到而来 好啊 大胆狂苦 敢开决 战王之墓 惊动战王之灵 论罪 九足当主 你们可知 当年无双战神 跟随的人 笑话 陈凡 你在诗人捉目 无双战王 乃我龙国第一战王 他一身傲骨 怎么可趋于人像 追随别人 不 这确实 有一个主人 什么 能让无双战王 不如称臣的存在 那该是什么样的人啊 纵然是国主 能下令 差遣战王 也却绝无可能 能让一罪战王 心悦成福 敢成主人啊 那位 他是你 那位 不错 就是那位 威震华夏 震骨射金的 北梁君主 北梁君主 多少年了 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号了 因为当年 欧陆十六国 覆灭一战后 他的名字 就已经成为了一种禁忌 那一战 举世震动 北梁君主 一人灭一周啊 何等的风采 屠灭一周 这 这还是人吗 他已非人 而是 陈六国 陈六国 什么意思 君主的名字吗 哦 那单凭己身 便可称一国 不错 国际联盟 有顶级五国把控 而的陈六国 一人可兼比 一方超级大国 不错 国际联盟 有顶级五国把控 而的陈六国 一人可兼比 一方超级大国 不可能 怎么可能 那可是超级大国 拥有千万军队 核子武器 无畏舰队的存在 他一个肉体凡胎 就算再强 怎么可能与伯起命 他真真切切 一人灭了一个周啊 这等名流青史的传奇人物 着实令人神往 难怪连无双败王 都俯首称臣 那些小说 短记里的修真者 也不过如此 可惜啊 那一战之后 北梁君主 就销声匿急 再无音讯 就连国主 想要受勋加冕 都无法寻找到 他的踪影 他若再次现身 我等 愿抛弃一切的身份 以及头衔 誓死 虽谁与他 小姑娘 你笑什么 莫非你敢对 北梁君主不敬 我笑你们 不过是一句饭头而已 何等于愚昧 何等于无知 殊不知 当年的北梁君主 正站在你们面前 你这女人 该不会想说 陈凡 就是北梁君主 陈六国吧 不错 我家主上 正是北梁君主 否则那无双战神 怎么能把比性命 还重要的 占给你 交由我家主上呢 陈六国这个名号 真是好久没有听 好 那今日 我北梁君主 就让 问 哎 疯啊 为我死去的王妻 讨回一个公道 哈哈哈哈 你说你是北梁君主 你就是个P 不知小二 你是有点本事 但是跟北梁君主相比 还差十万八千米 陈他非什么 拿他跟君主 大人相比 本身就是一件 极其荒谬的事 不错 唯有北梁君主 才能让我等低头 而你 愿意窃取了 无双战王的战旗 就能冒充君主 要 杨威 陈凡啊 陈凡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你的东姓陈 就可以冒名顶弃 北梁君主的威力了 白事做梦 陈凡 冒充君主 真是吃了雄心抱着胆了 看来 不许我放假动手 君主的追随者 就能把你生成活泼 凌驰出死 对不对大人 此人 对到过急 还是将他杀之为快 真是没想法 我只不过是隐推多年 龙国的战王 竟沦落之词 听信差异 无辩识 真是愚蠢之志 好 惶恐恕子 他敢教征主们 小子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北梁君主 你可知北梁君主持有神剑斩龙 浮海定波斩天下龙 据传当年一族祸乱 君主大人于长白山天池一斩之威 破三千龙子龙孙 随后坐下龙王首级 灌酒通饮 好好好 君主神威当真不华绝带啊 君主大人剑不离手 小的若你真是那般存在 那斩风何在 我陈凡确实有欠 可搬山断交道 除妖阵魔至神斩星 催神开天 但儿童还没有资格觐见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眼线眼上瘾啊 就你 连老婆都被轮奸致死的窝囊废 绝无半点可能是君主大人 少死 此人实力不俗 权力处长 陈凡啊陈凡啊陈凡啊 你可真是个废物 守时无双战旗却发挥不出的半分势力 现在连你最大的依靠 北梁军旗都一断 我看你拿什么跟四大这么斗 老贝 祝福又勤吧 看在你能挡架我们一击的份上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体面的葬 陈凡 赶快下地狱去吧 陪你的子鬼老婆去吧 进来 这 大龙剑 你 你到底是谁 难道 难道你是 爷爷 四位战王前辈 千万别被这小子给骗了 他 原无可能是君主大人 真正的君主大人 又怎会甘心 卑躬屈膝在叶家 做五年坠续 他手里面的斩龙剑 也是假的 不 我等没有认错 他的确是君主之物 神剑斩龙 但神剑认主 只有君主大人方能拔动 其余人胆敢拔剑 必遭反噬啊 小子 我承认你是很有本人 能收集起北梁军旗与这斩龙剑 但不是你的 终究与你无关 忘乎假冒君主 你万死还赎 现在放下斩龙剑 束手就擒 我们可以给你留个群尸 既然你们这么想看此件的真书 那我就成全你们的遗愿 不 他不可能拔出来 不许我们动手 此人必走反事 庞死先程 不好 斩龙在此 供应主人归位 斩龙 你真的是那位君主 快 快跪下 拜见 君主之尊 拜见 君主之尊 君主大人 这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啊 都是方家 恶意重伤于你 让我能遭受蒙蔽 否则 你就是给我们一万个胆子 我们也不敢于你为敌啊 君主大人 如果我们能知道您的身份的话 我们就算胆大放天 也不敢冒犯天言啊 都是方家作恶 我们都是无辜的 还是您明昌 我红三拳 竟然拿着此剑 指着君主大人 我现在就回了此剑 请君主大人发落 君主大人 我愿泄除军中所有职务 常跪不起 知道您能原谅我为止 君主大人 我们跟方家不熟 不熟啊 我 我只是路过 什么方家 你太高尸罢了 好啊 那你们就继续 然后再撑谈 早见 早见 陈先生 不 君主大人 小人月月不算是 还请你 还请你把我们报了吗 从我进门时 你可记 记得 记得 皇家主委 都随我 向清婉小姐 下贵 空手 君主大人 我这么做 你们满意了吧 不够 君主大人 事情一定要办得那么绝吗 是你们帮家 向彼此妻子 是你们先把事情做绝 为什么我不可以 孙儿 孙儿 爷爷保不住你了 可是北洋君主大人 世间 无人能承受得了 他的怒火 什么狗屁 君主大人 还不是一个自己老婆受屈辱自杀都管不了的活等会 你可以杀我 但那又怎么样 你这辈子都将活在痛苦之中 你永远都弥补不了 你老婆惨死的遗憾 就是你杀了再多人 要能怎样呢 杀了 孙儿 孙儿 宋小龙 最好把你知道的一无一世的说出来 否则你方家承受不了这怒火 快点 出店 孙儿 孙儿 混蛋 朱生 这里有台摄影机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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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爽啊 怎么样了 找了个烂尾楼 我们兄弟俩轮流上的 真痛快啊 他老公这个倒霉蛋 估计还蒙在鼓里呢 杨先生 他那个傻瓜老公 要不要处理掉 一只蝼蚁罢了 让他这辈子 都活在自己老婆被屈辱的阴影下 不比杀了的更好吗 那他妹妹的下落 我们还要去查吗 废话 老子找他一辈子 也要找到他 行 杨 我趁烦不把你搓骨盈毁 是吗 主张 经调查 这个方小龙 他只是一个前客 他把清婉小姐带到酒店 交给杨三少之后就离开了 那他也该死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撑啊 就算把整个风声插遍了 我也要找到这个姓杨 他和这两个处子 是 刚才陆向你提到 他有个妹妹 这件事情他从来没跟我提过 这个姓杨的目标是他 我觉得必有灵性 需要属下带人去查吗 我亲自过去 当我之间 先找到他妹妹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姐姐怎么都一个 先这样不接电话 她该不会是有了 姐夫就不要我了吧 来了 张少 你怎么来了 清容 我刚从三岸那边度假回来 给你带了些礼品 不用了 我最近在减肥呢 你身材这么好 哪需要减肥呀 张少 请你自说 张少 请你自说 清容 我对你的心意你是知道的 给我一次机会 咱俩在一起 我想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你先请回吧 你要干什么 清容 这都是你逼文 文绍想要的女人 用来没释手吧 既然你这么不识抬拳 就别怪我 把那个少公子 你分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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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你是姐夫吧 我不是姐姐 我是叶清容 你是清容 我姐姐呢 她跟你一起来的 你姐她 好你吧 叶清容 我真以为你是什么 贞杰烈女 原来跟你姐夫勾的手 只是个贱人 只是个贱人 你少放屁了 我跟我姐夫是第一次见面 你个小姨子 跟姐夫勾的手 你姐姐知道吗 你 闭嘴 你可打我 我给你拼了 姐夫勾的 应找功 学艺不清 我可是机招拔不动 手 手快断了 放手 放手 走吧 我爹可是飞红武馆的馆长 你侮辱我的我意 就是侮辱整个飞红武馆 我爹不会放过你的 好 你想坑爹 那就把飞红武馆 所有厉害的人叫 滚 等着 姐夫 你真厉害 今天多关你了 都是一家人 不用客气 你今天怎么自己过来呀 我姐姐呢 你姐 他半个月之前 感染重病 去世了 去世了 清容 一会儿有我在 没人敢欺负你办 不过 你为什么没跟你姐姐一起说 我也不知道 我五年前 失去记忆了 分开说也是我姐姐提起来的 他说当时有一群人找我 如果跟他一起说的话 会有危险 危险 陈凡 有转给我过去来 姐夫 不好了 张舍豪他带着一群人来找你 他可能冲着你来的 你千万别下去 陈凡 你他妈要是个男人 就别归宿带女人胯架 小白脸 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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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下给他了 他们这样朝上都闹 反而绕了清醒 可是 没事 一帮苍蝇而已 拥我了酒球 够东西 这么快就完事了 你他妈倒是舒服啊 怎么 刚刚那一巴掌 是没挨够 你怎么找死 看见没 这次可不是我惹事 实在是这小子太嚣张 小子 是你伤我儿子耳朵啊 没错 你也想试试啊 小子 年纪不大 有几分胆子 不过 你得罪的 是张家人 我还可以给你一条活路 只要 你乖乖听话 按照我说的办 你打我儿子的事儿 我们就一笔勾销 怎么样啊 你想怎么解决 简单 道歉 道歉 不是 不能这么太便宜他 官长 这惩罚也太轻了吧 就是 这小子也太嚣张了 得好好教训教训 哎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小子 道歉 要有诚意 你现在就跪下 皮肤一磕头 一直磕到一公里外的马路上 这磕头嘛 一定要响亮 保证前后左右的邻居 都能够听得到 等到你磕到马路上呢 你就跪下来 扇自己耳光 这耳光啊 一定要脆声 要三丈之外 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等到围观的人都散了 咱们这事儿 就算结了 哈哈哈哈 陈凡 听到了吗 想活命 就赶紧照我爹说的去做 让我给你们跪下 你们恐怕还不够子 我这一跪 你们全家 可能会引来杀身者 小哥 我看你年纪上小 不懂回去 才给你个改过自新的技 不然 我随便一牵一脚 你就得残粉 我如果用出三成功 十个你都不够死的 小子 我们教练可是全国不计冠军 更是被聘为特战队十万级军的总教练 实力早就达到了大宗师姐 没错 我们张馆长啊 平常是不轻易出手 只要一出手必见生死 死在我们张馆长手下的宗师啊 已经不下十个了 小子 我劝你还是乖乖的跪下道歉吧 虽然这么厉害 我反而想见识见识 不知死活的东西 我爹只要一出手 你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 小子 你真不怕吗 你这全就想给我挠眼 我怕什么 成功 你看清楚了 好 好 这一拳下去打在人身上 那不得粉身碎骨 小子 怕了没 怕 就赶紧给我下跪道歉 那你们看好了 大家不要慌 这小子在装神弄鬼 别被他给骗了 怎么张馆长 是你这一拳力啊 还是我这一掌力啊 怎么不说话了呀 力量的强弱 不能代表境界的高低 我倒去胜 在于取巧不取力 不过 看你小小年轻 就能练到如此地步 老夫等你有跟我做对手的资格了 没错 就是这样 错了 你 没有资格做过对手 小子敢侮辱老夫 接招 寻常东师都不敢应接这夺命十三拳 这小子竟敢如此多大 我看了 他下半辈子就要在医院度过了 进医院 我看了 他怕是要命都没有了 给殡仪馆打电话吧 他的五脏六腑已经被我震损 神仙难救 说谁死了呢 不可能啊 还没有人 能够中了我的夺命十三拳 而暗缘无恙 你还是好好关心关心 你自己手 横电铁不沾 不错 没想到 没想到 我活了几十年 今天 终于算是大开眼界 陈先生 您说的没错 老夫 确实没资格做年的对手 请受老夫一败 格斗之事虽然可取 可惜啊 你路子走偏了 行 陈先生不杀这 走 这就完了 我挨的巴掌怎么办 陈先生实力冲天 打你鸡巴掌又怎么样 他没杀了你 你就快跟着老子回去烧高厢了 走 走 走 老婆在这 干嘛呢 姐夫你回来了 嗯 嗯 我明天要去医院实习了 所以有点紧张 就临时做看我 突解蛇疹 你要想学的话 我教你啊 姐夫你也回音说 我在医学界的造诣 估计无人可疲 你吹牛 我教你一招 你不要去实习吗 保证你的导师 对你刮目相看 真的 教你一招 针灸入学 这一招呢 才能解决大部分的病患 真的这么神奇啊 躺下试试 嗯 你现在小父是不是冰冷疼痛 昨天吃海鲜了 你怎么知道的 中医四诊 讲究旺文文气 而且我 已经真知化情 你小时候呢 寒毒入体 虽然已经治疗过 但是病未根除 所以啊 现在你一旦吃海鲜 这种寒冷的食物 就会再次复发 你的小父呢 现在有一条红杏 如果倒到你的心脏 那你这辈子 可就饱受寒毒之苦了 没有红线啊 你现在当然看不见了 来 现在呢 姐夫 真的有红线了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哎 来 靠下 好热 好热 忍住 好了 你多休息一会儿 等会儿呢 我把这招交给你 嗯 谢谢姐夫 如果你是晚上就好了 主上 柴东那两个暴徒都相似 哥哥叫钱大虎 弟弟叫小二虎 他们是跟着一个叫老枪的用枪高手 从京都监狱逃出来的 他们在哪儿 地毫会所 哈哈哈哈 哎 咱们再喝一口啊 呃 呃 呃 虎哥 呃 我真的喝不下了 呦 喝不下了 那咱们就不喝了啊 谢谢虎哥 谢谢虎哥 那咱们接下来 虎哥 就直接干正事了啊 不要 我只做啤酒的 呀 跟老子装成是吧 老子还就小玩硬的呢 救命啊 啊 救命啊 救啊 救啊 你没人钱到 你钱啊 小子 你谁呀 少了一个 老江去哪儿了 他出去了 哎不是 小子 你他妈到底谁呀 你们被盯上了 这里不安全 你要是让你们去趟京 是杨少爷让你来的 那还走什么呢 咱们跟你走啊 哎 不急啊 等老江回来 我送你一起去 哈哈哈哈 哎 那既然不急啊 我把刚刚那小鸡 爪过来再爽爽 大哥 要不给你也笑一个 我对那些不感兴趣 哈哈 也是啊 哎 老子玩这么多女人啊 呃 也就半个夜群的那女人啊 最美最带信了 叫 叫什么来着 叫叫叫叫叫 叶清婉 哎哈哈 对对对对对 就叫叶清婉 哎呀 我现在想想就浑身来火 哎 据听说啊 那家伙已经结婚了 哈哈 他老公也是够脆的啊 哈哈 哈哈 那边的确是鸡片手的鸡皮 哈哈哈哈 哈哈 小子 你怎么疯了 你们刚刚说的叶清 那是我妻子 你妻子 有趣啊 哈哈哈哈 小子 哎 你今天过来找我们 该不会是来复仇的吧 本来还想让你们多活一会儿 既然你们想死 告诉你 新杨子咋子在哪儿 我让你把他饿死舒服一点 你他妈说什么臂呢 你吃早了兄弟咋是谁呢 他废什么话 跟他 呀 呀 死 呀 呀 呀 大哥 你那张手啊 吵架不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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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呀 呀 小子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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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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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 幸运都在哪儿了 你瞎子 有本事你弄死我们 出手 有本事从我来 不得好死 你们怎么对待青马 我会成千倍 万倍的还给你 快走 行了 我说 我告诉你杨三小在哪里 别这么我弟弟了 已经迟了 等等 住手 你们是谁 我乃龙都监鱼 而当家朱碧玉 来此追不逃犯 现在这里由我接手 您非离开了 周老娘 我们投降 我们投降 快保护我们 我们的手 我们的手 快帮我们抓紧建议啊 把他们带走 周老娘 你杀不了我吗 我告诉你 吃药我还活着 他把出来 我倒也要玩你老婆 你 大胆 小子 你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 还当着我不灭杀人 他们本来就是该死之人 狂妄 就算是该死之人 也该由我龙都监鱼来杀 还轮不到你在这放肆 既然你们龙都监鱼这么厉害 那怎么还能让他们逃出来 那 那只不过是一次疏忽 不好来啊 大家 现在我不跑了 什么 这次也是疏忽 你 他 跑不了 这怎么回事 我们错过了前大伙的实力 一出包厢 他就把兄弟们给放倒了 现在人在哪 他跑进了走廊镜头的包厢 他把门踩锁了 我们包回了门口袋 现在也不敢乘举妄动 钱大虎 你现在已经无路可逃了 赶紧出来 放下武器投降 好我现在就出来 哇是毒气快跑 快跑啊你不要命了 小子 你居然不跑 我为什么要跑 家伙是迷你只毒烟了 哪怕就算你是中士 有钢气护体 你整过三十秒 现在毒烟 已经明白了什么走了 你现在跑 你来不及了 三万过后 全身亏赖而死 二死 我承认我不是他对手 但你也无聊了 在某十秒钟 你将会在痛苦和整我都死的你 哈哈哈哈 而我 哥给你发愁了 你错了 该死的 是你 不可能 三十秒以过 你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 就算你是中士 你打不如叫毒气 我什么时候说我是中士 你不是中士 那你怎么要刚起后提 打得过兄弟二人 还好 你怎么穿成多了心跳 你和你弟弟 下去给我妻子陪葬吧 没想到那狗似的 还随时携带了毒烟 是啊 这毒烟见血封喉 连宗师都扛不出 还好我们跑得快 不然 怕是和那小子一样了 等毒烟散去 你去给他收拾吧 你说替谁收拾呢 你 你没事 区区毒气 我能有什么事 那钱大虎呢 死了 替你解决了一桩事 陈先生武功高强 批语佩子 可惜啊 好了一堆 是啊 多怪我们今天动静太大了 老强肯定跑了 老强 你竟然还敢回来 你就是老强 京都头号囚犯 是我 怎么 是回来给钱大虎兄弟俩 报仇的吗 报仇 他们死不死 关我屁事 我回来 是为了你 我 八十万大雪龙骑之主 北京第一人 我没说错吧 北梁王大人 看来你对我有所道歉 是杨三少告诉我的 他说你为了查询七日子死 把整个封城翻了一个遍 让我去国外 你走 那你为什么不跑 传说中的北京第一人 我若不亲自目睹 见识比较一番就落荒而逃 岂不太可惜了 说吧 你想怎么叫 北梁王 若论打斗 我不是你的对手 今天我要给你做一个游戏 佛王轮盘赌 你敢不敢 你只要能赢了我 我就告诉你杨三少的下 如何 等等 我来和你 算什么东西 这配合我走 你 行了 我跟你开始了 这第一曲 我先来 看来我今天运气还不错 该你了 北梁王 我知道你是宗之级高速 有刚性附身 我这手枪的子弹可是测制的 奔破你的钢铁 你可要小心 对吧 你怕 怕 我只是觉得一枪一枪的牌 太老实现了 那你想怎么样 这样 这怎么可能 一定在作弊 我不服 不服 好啊 那我让你心服口 你在枪里装满六可三 对着我的脑门打 只要你打中 算你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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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梁王 你这是带自长死路 可不要怪我了 你开枪便吃 给我粉 这都不死 这还是你骂着 他到底到什么境界了 怎么样 姑姑 说 告诉 杨上的下 他叫杨凯 是京都杨家的三公子 这代杨家之龙 北梁王 你不会太陌生吧 当然不陌生 一门警状元 父子三首 地东豪祖 大下几时 杨家 真是如泪光啊 三日后 便是杨凯被册封首府之日 为其人者 哪怕就是北梁王 和四十三公的杨家队 恐怕 你是以卵即职 杀其之处 不共贪敌 就算我使这波天公明 生死倒下 我要势必 免杨家马门 青柔小姐 你醒了 我姐夫呢 主上还有事 让我来照顾你 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我姐夫 我好像 什么都记下来了 你记忆恢复了 太好了 我这就通知主上 女儿 女儿 我的女儿在哪 你女儿 不好意思 你们找错人了 不可能 我们已经查了 我女儿啊 她就住在这里 爸 妈 女儿 可算找到你了 是 咱们回京城去 不然话不来过急了 回京城做什么 杨三少 被国主册封为首子 明天就是他的册封庆典 三少对你可是念念不忘啊 如果在册封庆典上 你能博得三少的欢心 那咱们叶家可就飞黄层达了 我不会去的 女儿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了 我不懂事 你们知道那个杨家的杨凯 他害死我姐姐 那是你姐姐不知好歹 自己死了不算 还差点害了我们叶家 没错 你们太过分了 我不会跟你们去的 这可忧不得你 把赖子 别动 放开我 爸 你们别这样行吗 臭丫头 这杨少有什么不好的 你做她的女人 是你八辈子修她的福气 你姐已经不在了 你还想救她的后禅吗 我不 我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让那个死别人碰回家的 住手 把你献给杨公子 是我们叶家最后的出路 我们就可以攀上杨家 飞黄成大 没错 杨少可是龙国史上 最年轻的白鸡像 这么优秀的男人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他就算是再好 在我心里也不及我姐夫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你姐夫 阿K 就他那废物 他这辈子都是个贱东西 要不是他 踪来了我们叶家 我们叶家都会还扛大了 金豪早点给我死 秦柔 爸妈这是为了你好啊 带走 朱湘出世了 秦柔小姐的父母过来强行押走了他 说要去参加什么杨三少的册封典礼 什么 恭喜杨少 贺行杨少 我刘家宋上 灵光和尸碧一块 我朱家宋上天外云铁 恭贺杨少 封猴伴相 位积神臣 幽龙 你坏了本少交代人事 本少许你进门参加宴会 已是天大的赏子 你不会是宫手进来吗 怎么会啊杨少 我给你带的礼物啊 你绝对喜欢 装神弄鬼 你要是敢欺骗老子 老子要你脑袋 杨少请看 好 很好 太好了 踏破铁鞋无异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舅舅 我找了你这么久 终于把你给找到了呀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您可满意啊 满意 满意 十分满意 来人 给叶家 下亿万聘礼 今晚我就要娶了他 回报美人 功夫云霄啊 感谢杨少 感谢杨少啊 杨少 此女有何特殊 竟能得你如此青睐 本少 修炼了 吉魔功 需要与一百位 基因体质的 处女双胸 你完成了九十九位 实差是最后一位 苦苦难寻啊 莫非这叶家二小姐 就是那基因体质 没错 不但如此 她还是基因中的极品 九零几音体 只有她 才能帮我 完成修炼 只真升华 堪比战神啊 恭喜杨少 贺喜杨少 看来 今夜之后 您就是龙国无力 第一人 唯能提笔 安天下 武能上马 定乾坤 我龙国何其有幸 记那位北梁王之后 再出一位 旷至其才啊 给本少十年 十年之后 无人提及的北梁王 是人 唯独我杨三少 北梁王到 此人是谁啊 敢敢冒充北梁王 杨家地界 怎敢有人如此张狂 快看她手中的照片 与一家二小姐 竟一模一样 难道 你就是杨三少 我说一遍 把她给我放了 北梁王大驾光临 我这个手服 脸上真是增光啊 说了 把她给我放了 北梁王何须动弄 你我共同为龙国效力 怎么算 也是同了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谈吗 害死青蛙绑架青蓉 还企图用她来祭礼魔功 你想让我心平气和和你说谎 这是天大的笑 魏梁王 你想要什么 我们杨家都可以给你 但唯独这个女人 她不行 你若敢再赏钱 便是与我杨家开战 好啊 求之不责 上 求之不责 你和你解的仇 我今天千倍万倍 跟你逃回来 大大不许休息 站住 我告诉你 没有人能把这个女人带走 没有人能够阻挡我 连成子鸡魔骨 北凉王 不要感受一下 北招的能耐吗 就你 还不配 不知道 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 我真的找了你好久 不可他 我连他刺激魔骨 怎么可能就这样子就破了 就你这下三案 赵叔爷不过如此 为了修炼这下的魔骨 你竟然伤害了那九十九位 无辜的少爷 你这是十恶不赦 你该死 北凉王 没想到你万人之圣的存在 居然说出这么幼稚的话 那些贱民 他们是人吗 他们不过 是我用完就丢掉的工具罢了 畜生 你怎么杀了我 你是不敢杀我吧 我逼死我妻子 我被杀了你 我可是龙脾 亲自的手 我可是龙国的顶梁柱 就算你是北凉王 你也没权力杀我 我之所以不杀 是因为你还没有向你的罪行唱 给我妻子 跪下磕头 真本 让我杀了你 让我杀了你 完了完了 骗他了 叔父大人和北凉王 只是要不死不休啊 快点快 小些时间打架 央鸡吃鱼啊 你眼前这个女的你还认识 就因为你随口一句话 她遭受了废人的待遇 告诉我 今天我就在杀你一千遍 一万遍 安解心痛彻 老子为了也散过了 龙王来了 老子都不磕 你去让我给这个贱火磕头 闭嘴 八蛋 再动一下试试 行不行 龙主来了 帮你这层狗屁 龙主 告诉我 龙主也保不了你 磕 这个 你痛我贴的 我保证 让你比我 痛过一百倍 看来是磕的还不够多啊 继续磕 真龙特使的 真龙特使 那可是龙主清醒 代表着龙主威严啊 龙国有三位真龙特使 每一位都有天大的面子 当年半岛局势动荡 就是有一位真龙特使清零 直接调停了 世仇千年的两国 没想到龙使大人会清零 看来龙主是位 力保守抚大人啊 北战王 消消气吧 有话好好说 何必发这么大火呢 何况 阳首府 刚才都已经 磕过一个响头了 你们先前的一切矛盾 不妨一笔勾销 就此结果吧 北战王 你们想到吧 龙王特使来了 都护着我 你奈我何 就这一个 还不够 你 再磕 北战王啊 北战王 和阳凯可是龙王 亲风的第一手 你又何必把事情做取啊 你们二位都是我龙国的拱骨之臣 闹到如此田地 岂不是叫那些域外之国 看我们的笑话吗 笑话 他阳凯 十恶不适 朝鲸人命 还能封侯 败相 为其人臣 我看这 才是最大的笑话 阳大人 纵使有错 你也该顾及 他的身份 不是 身份 身份在我这儿 什么都不是 我只认 我只认一个等 杀人偿命 欠债万钱 今天 我去为我的妻子 和九十九位无辜的少女 讨回公道 再冲 北战王 杨大人都已经昏厥过去了 你就饶了他吧 饶了他 我饶了他 谁饶了我妻子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多废话一句 信不信我连你都杀 北战王 你修得口出光言 我代表的可是龙主的意志 别说你是一个带话的 就算他龙主自己来了 也拦不住 你 你这是要倒本吗 清君策 正多本 你 真啊 真愿你逼死 你肯为肯特使命令 要让你尝遍龙国的所有苦情 好啊 说得好 今天你所说的一切 将在你身上意见 请清君 够了 梁王 太过分了 今天我要为严惩你 天理难容 我法难容 本王今日便大看杀戒 谁打 谁死 北梁王 这里是帝京 不是你的北梁 你若再一意共情 想象谁有一个 没错 北梁王 你就算是再耿打又如何 我帝京 三十万进军 你要看杀了我 你必定会尖刀万挂 而且还会背上 汉国的骂 接兵主上 百万北梁军 已集结完毕 陈兵成交 立兵落马 听后主上差遣 疯了 北梁王 你当真是疯了 大军压境 你想造反是不是 我说过了 今日我大同兵客 只是为了讨回一个公道 寄我妻子 在天之令 北梁王 你退去大军 龙主自然会给你一个公道 我向你保证 一定会查明真相 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网过一个坏人 公道 我的公道就是 血债 必须查 啊 真烦 你换确色的膝盖骨 杨凯 这只是病毒之心 你给我听好了 十大不幸 今日 我一件一件 在你身上落下 要你真烦 我要你不得好死 我要你不得好死 你 你烂用私刑 你伤害龙国要远 你擅自调军 意图谋反 你这装装剑剑 都是大逆不道的死罪 你真的龙国 被人治得了你了吗 太上龙主到 我是太上龙主 参见太上龙主 既然是太上龙主 那可是我龙国的 开国之君 他都多年没见过了 没想到今天也来了 当年的北梁王 就是跟着他 征战天下的 他的话 北梁王该听了吧 起来吧 太上龙主 您总算来了 劝劝他吧 北梁王已经被仇恨 冲破了头脑 打开杀戒 陈盘 够了 守守不报 老龙王 今日之事 你也要劝我 你可耻 杨凯杀我妻子 辱他妹妹 犯下掏天大罪 今天我不杀他 我枉称北梁王 枉称清帝 枉称陈六国 如今 已不同往日 你我 早已不再是当年的你我了 老龙王 十年隐蔽 南梁热血 纵使这全天下全变了 我陈凡 还就任这个司令 今天 谁也救不了他 你也不信 陈凡 你不得好死 你不得好死 我必杀你 陈凡 连我的面子 都不给了吗 老龙主 北梁君的名字是你请 既然今日 我俩一切相做 那今日 我便辞去北梁君之职 和你歌跑断义 今日之后再无任何情谊 我等是死 追随大人 我等是死 追随大人 我等是死 追随大人 这又何必呢 事情到头这一步 已经不能再体面松脏了 你不妨谈谈条件吧 我说过 今日之事 我从必报 任何条件 我都不及时 陈凡 太上龙主的话 你都不及 待我脱困之事 我必定玩死你小姨子 让我把你老婆 从坟头里拔出来 然后继续爽 哈哈哈哈 找死 啊 你这个断气之举 还可色无恋情无费 我告诉你 我要将你千刀万 再将你制衡 然后捏碎你的骨头 陈凡 我发誓 必定要将一千刀万瓦 多分的位置 不及时 不及时 大奥 圣旨 快 快归下精旨 北梁王 归大戒指 不听 他居然毁了圣旨 他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事已至此 你无可挽回啊 不及大人圣旨 大奥 不是吧 又是两刀圣旨 这是要痛破了天哪 北梁王 见圣旨如见龙主本人 还不贵圣旨 北梁王 龙主连发两道圣旨 自古未有 你可真意味着什么 梁王 低头吧 两道圣旨 龙主是痛了真怒 真怒 他们 莫不怒吗 要了 再不知名 事之即日 你可有未改之心 毁过 我从未毁过之心 毁好毁了 就是毁又把叶庆如早点玩死 哈哈哈哈 龙主圣旨 罢了罢了 毁又再来了 多少道圣旨 都拦不住他的 死了 杨 杨少傅真的死了 嗯 罢儿 你的仇终于爆了 你也可以安息了 姐 你终于可以安息了 姐夫 你也别太伤心了 走吧 虽然杨凯已死 但这世间 自己魔攻还在 有太多不平之事了 姐夫 你去拿我就行 走吧 嗯 你就是医院给我派的助手 是的 冯教授 我叫叶清容 我不管你叫什么 想要跟着我学 得记住三件事 第一 在我问诊的时候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说话 查准 第二 把你之前学的东西 都给我丢掉 只能跟我学 因为你之前学的的 都是八级 第三 全天二十四小时 随时在命 随叫随到 你记住了吗 黄教授 之前我跟我姐夫 学了一些针灸的手法 我觉得非常有效 这些是不是可以不用丢 你姐夫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相提并论 你要是不想学 现在就我管 对不起 黄教授 我一定好好学 哎 这还差不多 你只要好好听话 我会叫你的 啊 黄教授 哎 副院长 你怎么来了 不是了 今天上午 你诊着那个老妇人 她出事了 她儿子 现在跑到咱们医院 闹事呢 说你误诊 把他妈害去了ICU 现在嚷嚷着 让你偿命呢 误诊 怎么可能 院长 这种人 肯定就是一闹 来医院骗钱的 黄教授 您不出去协商是怎么 协商什么 我堂堂主任教授 跟那些下肚人争吵 不丢份吗 这种事啊 叫个医院处理就行了 要真这么简单就好了 关键那个病人的家属 是城主的秘书 什么 黄教授 你没事吧 城主秘书 不是我能得罪得起的 误诊的锅 不能让我来背 那这样啊 你们两个 先出去等我 我处理点事 马上就过去 黄向东 我就是妈的 你就是黄向东 是我 好啊 一个狗杂碎 还敢出来 妈明明得的是热毒症 你却跟我妈开吃风寒的药 害得我妈病上家 病注尽的IC用 这件事你不给我交代清楚 我采认你们的医院 你搞错了吧 还敢狡辩 药方上明明写上 开的就是吃风寒的药 这不是我开的药法 我当时啊给你母亲诊断的就是热毒而不是风寒 不信的话 这是当时的诊疗记录 你可以看一下 你明明诊断的是热毒 你为什么开风寒的药 那是因为他创改了我的药法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错 黄教授 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冤枉 你既恨我平时对你严格要求 还自作聪明的 创改了我的药法 你知不知道你害死了一条人命 你还不承认 不会吧 这个女的长得这么好看 却是蛇蟹心肠 就是 她这种人啊 根本就不配当医生 叶青少 你再不承认 我们只能报警了 只能由警察来处理 还有 你的医学生涯可就断送了 从此以后 你休想踏进医学界半步 也不会有任何一家医友敢用你 我 我善于长 好吧 我妈要是出什么事 我叫你偿命 我没有 真的不是我做的 不是你做的 一秘书来了之后 你为什么不让我出面去解释 分明就是你 做贼心虚 什么 我 什么 我打死你 真的不是我做的 你听我解释 解释 解释个屁 你最后祈祷我妈没事 不然我救你的命 姐夫 姐夫救救我 姐夫 你叫你姐也来也没用 白行我聪明 不然今天 扁的可就是我了 住手 小哥 你没事啊 姐夫 放心 有我在 谁敢欺负你 要让他死 是谁 给你三秒钟 赶紧合股 否则 死 错你的梦 今天 必须要他偿命 找死 行一拳 笑 什么 这原生老战 你秘传传法 你怎么会的 你会 我会 你不会 被教 什么叫行一拳 对不起 我来吧 姐夫 我不怪你 你 我不是给你拼了 姐夫 小姐 北凉 秘传 事后 神功 你 你到底是谁 陈先生的身份 你还不配知道 少给老子装了 就算你是北凉军的右手 我倒子是城主秘书 论身头 只比你高 不比你低 况且 这是封城 不是北凉 难道你们在这撒野 难道你起来 一一巴掌 好 姐夫 白白 看姐夫跟你出去 等等 我是城主秘书 你打完我 就是相当于 打完城主府的礼命 就是在挑起 北凉与丰城的战争 你 担当不起 好大一顶帽子 好啊 那我就看 来为丰城和北凉 宣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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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敢打我 打你 告诉 就算我在这儿打死 你们城主连个屁都打我 姐夫 不要再打了 再打他就死了 滚吧 小白 城主秘书你也敢打 你 你死定了 区区一个小秘书 我打他走了 我告 就算城主自己来了 我也照打不 林明兄 莫皇上 我刚才啊 已经控制城主大人了 有恶徒在此行修 城大人马上就到了 这小子 肖长不了过久了 是 定 得莫城主位 唯一百种方法 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我告 莫天义就算来了 你才是这段事 哈哈哈哈 死到临头了 别再口出狂言了 也只望北梁军 能够保住你们 莫城主 乃是圣上的堂帝 只真正的皇亲国戚 身份无比尊贵 就算你们北梁总帅来了 也得退避三舍 好一个皇亲国戚 身份尊贵 那我倒看看 把莫天义 如何让我退避三舍 莫城主道 莫城主道 剑副大人 莫城主 你肯要为我做主啊 怎么回事 这都是谁干的 这小子 他嫉妒的肖章 不仅纵容小意思 忽乱行医 差点害死我娘亲 还嫉妒肖章的 把我打成这样 更是口口谎言 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啊 放肆 还没人敢带奉承东武的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严心口打 好一个皇亲国戚 莫天 你真是好大的荒谷啊 这都死到临头了 还敢嘲讽本城府 小哥 转过头来 本城主倒要看看 是谁这么大的狗胆 城主大人 你说我胆道包通冲锅的 难不成 按照立法 我也要 战胜时代 属下不敢 属下不敢 谁让你别想 站起来 冲大人 您可是皇亲国戚啊 就算见到圣上 也只是行鞠躬之礼 你怎么跪这个小子了 你丢我的嘴 清帝大 陈先生 此事一定是误会 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不 你秘书说你位高权重 身份尊贵 又连我见了你 也要退比三手 这也是我呀 你这王八蛋 害死我了 属下之罪 属下之罪 是我御下不言 我甘愿受罚 开尾 这小子还真是美严 好吧 完了 那就按规矩办吧 遵命 来人 把这个 木屋尊长的家伙 给我拖下去 是 把尸 真的 我不服 我不服 你凭什么 拖下去 则把加倍 慢着 慢着 说说看 哪里不服 我打你小意思 是我不对 但是他胡乱行医 差点害死我娘亲 他就对了吗 啊 宁伟高权重 他斗不过你 我忍在 但是告诉你 我 我 姐夫 误指的不是我 是彭教授 叶庆柔 你不要回想是非 明明是你 犯下了大错 还想把老夫也拉下水 老夫乃堂堂 方程医药协会副会长 水路大学 容易教授 我怎么可能不见你 陈先生 彭教授 行医三十多年 从未出过错 这人品秉性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彭教授 那可敢问 是真的有目共 威胁我 我知道你有权势来头大 那你当众 把老夫打死好了 老夫 做得正 行个直 我才不怕你威胁我呢 来 打我 打 打 打 那我陈某的奉陪到底 事情如何 闷一下病患 可是我娘亲 这在IC里面抢救的 不好了 FU的病人心脏骤停了 什么 陆九州陆教授 是全国著名的 顶级外科专家 他都亲自举手了 看来情况 的确很严峻的 好啊 算子 陆九州也束手无策了 看来这倒太活手 活不了了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病人支撑最后的意识了 家属尽快和病人 就最后的道别吧 再晚 怕摆不及了 死得好啊 这下子 死磨对症啊 叶庆荣 你看看 不如是因为你 医术不精 还敢胡乱问诊的结果 让人家不死 生离死灭 我问你 可知羞耻 我还没救呢 谁说他死了 哼 忘了什么弄鬼 我倒要看看 他能玩出什么牌呀 想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穿儿救人了 救人 你是医生啊 没错 能让我看看 你医生执照吗 你还没有资格 他能 你是中医 没错 什么了 胡闹 我一个西医的传 你一个中医 来救护什么呀 陆教授 我姐夫的针灸非常厉害 方让他来试试 针灸 笑 这中医早就已经落后了 根本比不上心 嫂子 年纪轻轻的 就学了一些落后的 刀破之术 你就拿出来显摆 你是在干嘛呀 你是在吵借人命 亏你是专家医生院教授 如此见识前文 你根本不懂中医 我不懂中医 可以 那你问旁边彭教授 这中医 哪里比得上西医 没错 中医的确不如西医 老夫若不是年纪大了 早就转学西医了 小子 听见了没有 中医大拿彭教授都已经说了 对中医 你不上西医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一个德行不正之辈 还敢自称大拿 这是个性 你 你 傻子 你哪个医学员毕业 尊师总保持四次 老师没教你吗 陆教授 中医和西医各有所长 你们就不要再吵了 小姑娘 你这话说的不对啊 我告诉你 这中医 就是什么都比不上西医 小子 我请问你 我们西医 能做器官一致 能做心脏一致 能做开颅手术 甚至可以根除癌症 你们中医行吗 你们中医能做到吗 你们西医能救的 我中医能救 你们西医救不了 我中医依然能救 玩笑 空口白牙说大话 谁不会说呀 除非你能证明给我看 你要是能证明给我看 今天就跪下 跟你磕头认识 好 那我就证明给你看 邓大人给我也看着 你要说什么 你母亲是药物冲突 引起的急性 心脏栽情 只要一张下去 一分钟才有情 你疯了 你要在眉心处 扎深针 等会儿 什么是深针 深针就是将银针 刺入血位深处 从而高度刺激患者 李秘书 你有所不知 眉心原本就是人体要害 这小子就在眉心扎深针 这原本就是中医之中 大忌 他这根本就不是救人 是在杀人 会让你的母亲死都死的不安宁啊 你给我住手 这这怎么回事 你心跳 病人有心跳了 神迹 这这是神迹呀 坏了 怎么这样 我过来了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呢 我终于可以让人起死回生 你细做 是我愚笨 放着祖宗留下的千年之报 放之不去 学习西方的万人之术 如今 见到通神医术 风采醒悟 我这都会学 学习中医之道 多谢小友之天 还算有救啊 你 你别得意 就算老太太运气好 被你救活了 但只要人醒不过来 说不定就只是个植物人 妈 妈 你醒了 儿子 我怎么在这儿啊 是 是这个陈先生救了您啊 陈先生 之前 是我灵枪部队 冒犯了您和叶小姐 是个妖怪 你们这地方 决我而已 算了 你所犯之错 城主自会惩罚你 起来吧 阿姨 有个事情想问你 给你只能为风寒 开热咬的名医 是哪位 这是 这个医师 原来是你啊 差点害死我娘 不是叶小姐 你 真是不如 不向你偿命 你现在 还有什么话 陈先生 既然老婆婆已经醒了 这已经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之前 谁对谁错 就不要再说了 是吧 就让她过去吧 哼 不要再追悉 刚刚这个庸医 无相无小的鼻子的事 你不说 现在你让我收拾 你是觉得你面子大 还是觉得我好处怀 这件事情 关于轻柔的清白 我一定会追究 姐夫 那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需要你写一封道歉信给轻柔 并且发布在封城所有的医学网站上 引咎辞职 以后凭散作业 饶你 你做梦 这件事 大不了就是个医疗事故 而且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大不了赔点钱 我就不信了 你还敢弄死我 让死人的便宜 我会让你生不死 出去 尸塞在 去 公布大厦医学总数 从此 让医学界出名 尸塞遵命 若有枪做事 可笑至极 老夫可没工夫在这儿陪你玩 想让我赔钱可以 想让我道歉 做梦 彭教授 彭教授 不好了 大厦司大医药总织同时发函问责您 什么 这到底怎么回事 快看看 医药总数 医师联科会 中医协会 病理学会 不不时将我开除 还吊销了我的医生执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姐夫 这些都是你做的 必须 是你 你搞了什么鬼 能同时命令四大组织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那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 什么 国医勋章 这 这是传说中的国医勋章 姐夫 什么是国医勋章 金融小姐有所不知 这国医勋章 是大夏医学界的最高人 现在在世上拥有这枚勋章的 仅主上艺人 拥有这枚勋章即可同时兼任 医药总署署长 以及医师联合会会长 中医协会的元老 及病理学会的议长四职 这半年来都过得 国医勋章的唯有艺人 原来你是 亲帝大人 黄孝够 不够 你 不配为一 老不错了 老不错了 我们走 公宋亲帝大人 人态 75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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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